你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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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的臭屁, 這樣也還有天理 富哥, 別浪費了, 坐下廁所 喝杯水給富哥 神經病, 喝杯水 喝杯水 那你快點說吧 又是他不但霸佔了我的房子 還打傷了我老公和兒子 那真是沒有天理 這時候我不看天行道 誰看天行道? 富哥… 來… 坐下… 先坐下… 富哥, 你想幫人好 但你究竟把槍拿出來 到時候弄出人命, 你就麻煩了 富哥 富哥, 很漂亮, 又冰燒 整個杯子 好… 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這個人 一向都這麼火爆頸 又魯莽又衝動 我還沒搞清晴又, 從哪個拔槍 不好意思… 富哥, 魯莽又好, 衝動又好 就你這份合意之心 我們這班街坊就只有兩個字 敬佩 好… 好, 老爺 好… 好… 是呀… 不記得了 送燒酒就對了, 花生 好棒… 來吧… 來吧… 慢點… 你別出來, 你幾個傢伙 又燒酒又花生 別說了, 有什麼好事? 富哥不愧為老爵 一眼就看穿我們的心事 不怕跟你說 今天陳嬸這件事 是我們特意做給你看的 目的很簡單 就是想借著你這套軍服 為老百姓討過公道 是呀, 富哥 就像富哥所說 就憑你的合意之心 一定可以幫陳嬸拿回公道 慢著… 找別人拆鞋 你們既然要我幫忙, 行 不過這樣, 我也要了解清楚 這個陳嬸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件事要從上個月說起 一個月前, 猛水村的地主羅天丁 他就突然通知租了田的店戶 說限他們十天之內要退了田 你知道, 雖然那些田是店戶租回來的 但他們辛辛苦苦了大半年 就等著收成 羅天丁現在突然要逼他們交田 那些店戶實在太不甘心了 於是, 陳嬸一家和一群店戶 就去找他理論 那這個羅天丁 他不僅不說道理 還打了他們一頓 這樣還沒說 羅天丁為了殺雞儆猴 竟然污衊陳嬸一家 帶頭鬧屎 要欠債為, 就霸佔了他們的房屋 我們是為了他們吐個官毒 阿威, 你們幹甚麼的… 快點叫羅天丁出來 阿君爺 阿君, 對不起… 請坐… 阿君爺, 不知道你是哪一部份 來我們這裡有何桂竿 你管我是哪一部份 你快點叫我羅天丁出來 若果不是, 我拆了這裡 阿君爺, 你們醜不醜 穿著有槍就欺負人, 醜死怪 臭小妹妹, 牙尖嘴的眼睛 罵我, 你是不是想死 小人, 走 他們壞人不敢, 只會欺負好人 你乖也沒解, 你剛好罵我 你再罵, 再罵 信不信我, 陳小姐, 你回去吧 阿君爺, 你快點罵 幼虎 女長 你幹甚麼? 我在這裡你還這麼放肆? 馬上給我滾出去 不敢, 是 走 慢著 聽著, 這個羅老闆是我的朋友 以後, 以後再讓我看見你在這裡佼佼鎮 我就剝掉你的層皮 幼虎不敢 幼虎以後都不敢來這裡佼佼鎮 爛了 是 走吧 她的巴巴, 真是想不到, 想不到 原來劉女長是羅天丁的後台 對不起, 雞公福 好, 怪我, 看 吻吻, 官悲即美, 幫不了陳嬸 千萬別這麼說, 富哥 你肯出面幫忙 別說陳嬸謝謝你 我們這些街坊都敬佩你的俠義 是呀, 算我一天最壞就是羅天丁 豈有自理 話說回來 不如我們想個其他辦法, 幫陳嬸好過吧 是呀, 富哥, 想個辦法吧 你們有所不知的 羅天丁要收回殿戶的田地 聽說要在那裡蓋一間記寨 我原本以為是羅天丁自己的主意 又說富哥出馬了 一個財主佬他也會有所修煉 是呀, 現在看來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會不會是這樣呀 這個喜忌踩這個東西 那個留女長也有份呀 你還用慢悟呢 說得有錢賺, 他一定會把腳趕過來 是呀, 我想不僅他一個 上面還有人 如果是這樣就算了吧 免得幫不了人家 還要害我們大家, 這樣就不好了 富哥, 要不要跑 營長 宜偉 低師部長 你不是去上面拿那棍響的嗎 什麼哭喪的臉口回來 是呀 拿什麼?營長 上頭說沒有撥軍響, 沒有錢給我們 欠響、拖響, 甚至不發響 這個已經預料了 不用了, 來… 喝杯酒 來… 好怪我們不好命 在羅老闆那裡? 只要這麼嚇一嚇 十幾個大漢就落袋了 這件事我知道 女助想配合羅老闆 羅老闆是那些財主,不是大漢展露 說想配合套館的儀館 當然不是 女助沒那麼傻 在這個時勢搞儀館的九成 是捉到那個羅老闆的計劃 跑他捉鋼 捉鋼鋼?不是吧? 什麼不是? 我老鄉說,他親眼看到女助 叫羅老闆三天之內 拿二十條金條出來 你這個羅老闆又不是大有錢人 你憑什麼跟女助做兄弟? 對呀,好爽 那個劉女主,他不是羅天丁的後台 是在這裡勒索他? 我那些手下已經打探得清清楚楚 羅天丁收回地,準備興起記者 是與他無關的事 他要羅天丁三天之內 再交二十條金條給他 這些分明就是勒索 那…他為甚麼要勒索羅天丁呢? 這一層我真是不清楚 福哥,你有辦法嗎? 福哥,那這件事,你怎麼看呢? 福哥,我不勒索了 是… 現在知道劉女長不是羅天丁的後台 我沒有動她的 還有,我動羅天丁就不只是幫陳嬸這麼簡單 那你的意思是… 你知道了,上頭經常拖我們的軍糧 我的兄弟等才花 我這樣做,不多不少都可以幫到我的兄弟 好,只要能幫到村民和陳嬸 你怎麼對財主做些什麼 我們都不會管的 對… 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定了 那我就動了 慢著,福哥,先坐 別怪我多口,我想多問一句 你打算直接上羅家,不然這樣還可以怎樣 你剛才說,說劉女長要他們三天之內 交二十條金條 那你去到羅家,他們自己就不交金條 還殺賴,說是你的責任 這層我真是沒想過,那… 他應該怎樣做 依我說,不要管這個劉女長 他以什麼後台也好,強盜也好 他以什麼身分出現也好,對吧 羅天丁他也會利用這層關係 你如果打正招牌去到羅家 只會偷雞不成舌紙 如果你真的想做成這件事 並且不留後患的話,你就要做些手腳 做些什麼手腳 雲水摸魚 雲水摸魚? 沒錯,劉女長要他們三天之內 交二十條金條 那羅家現在肯定是腿了 那你就趁著他們亡亂之際 神不知鬼不過,劫了他們這一批財物 你們可以這麼做的 福哥,話說回來 其實找福哥的手下過來 看羅天丁就更好 他有什麼意欲,立刻回去回報就行了 是,他們進軍營是方便 不過福哥的手下的兵 大多數都是北方兵,很容易穿布 那倒是 是,羅天丁的家招供人搬屋 羅天丁的家招供人搬屋 郭老爺 怎麼樣?有消息了? 是…有消息了 劉女長說 現在大少爺正在離省城的路上 好,只要我們交了錢就可以放人了 真的嗎?真的… 太好了 阿陳,這些東西你拿到銀行那裡 再換一條金鳥回來 這些東西是仙夫人留下你的首飾 別說了,別說了,拿到銀行那裡 拿到銀行那裡 不可以…這個媽媽留給我的東西 你不可以拿走 不要 女兒,你不要哭 這件事你要留下,那就留下吧 女兒,其實爸爸這樣做 也是為了救你哥哥而已 想不到你媽媽留下的遺物 對你這麼重要 你不可以拿到銀行那裡 兩位有何貴哥 我們是外鄉來的 就聽說你們府上請傭人 那就過來問一下吧 好,是呀,跟我來吧 謝謝你,辛苦兩位把這些事都綁好 搬上車,然後拉出了電單兩口 好,好,是呀,是呀,陳劉佳 那些羅府要搬家嗎 是呀,辛苦兩位 不如這樣吧,搬上車吧 一、二、三 你話吧,福哥 我怎麼看他們都不認識 這些開箭仔的壞人 還有呀,剛才經過那間屋的時候 怎麼會覺得有點貴貴 別管這麼多事,看好一點再說 你別再說 來,這個真的很痛 來,小心 你肯定是羅家小姐,是嗎 你叫甚麼名字 梁的叔伯伯伯,我叫小櫻 小櫻,你甚麼事哭 誰欺負你呀 沒有人欺負我 我自己不想離開這裡 我媽媽以前就住在這裡 我不想離開,媽媽 你媽媽不在這裡了 不要哭…乖乖乖乖乖乖 不要哭 一哭就不漂亮了,臭乖 對了,告訴伯伯 你爸爸為何不想住在這裡 我突然把這間屋賣掉 不是我爸爸不想住在這裡 我…只是…我爸爸沒辦法 賣了?那好弟弟 你爸爸為何要把這間屋賣掉 我爸爸說… 我爸爸說為何要賣屋這件事 不能隨便跟外人說的 我們不是外人 你看見,我們幫你們搬屋 對了…如果我們是外人的話 也不能進去這裡了,對吧 你們不是外人 也不像壞人 當然了,我們當然不是壞人 我們是想幫人的人 那我就告訴你們 我爸爸說我大哥有難 我們要籌錢賣屋 我…我一直要去救大哥 你大哥出了什麼事? 他… 阿英 阿英小姐 兩位叔伯,不好意思 陳伯叫我了 就不能陪你們兩個說話了 辛苦兩位叔伯,再見 福哥,他說要賣屋,救他大哥? 究竟出了什麼事? 還有,那個羅老爺 如果是那些黑黑白白的人的話 他還有誰會害怕呢? 我也覺得奇怪了 這個小英這麼有禮貌,這麼有家教 對那些下人又這麼溫良隨和 不像是無良家長教出來的小孩 是呀 做的 好,你把女兒吃了 好 老爺,救我大帥爺的金票 抽齊了 現在是不是就說通知女長過來? 我跟劉女長說了 限期三天,明天才帶三人 我明天才說 好 聖長,我們怎麼站了半個小時 會否引起其他人的志願? 你這麼怕,請人幹什麼? 我不怕 誰? 那撞鬼了嗎? 不好意思,師母長 好了…有什麼新情況? 我向你說,說女長復甫諾 今晚約了羅天丁 在泰山公寓見面交錢 泰山?他們有什麼報防? 刑長,這裡不方便說話 我們換個地方 我這邊打探島的情況就是這樣 明天,女長跟羅天丁 約在大新公寓見面交錢 還有,我打探島 女長派了一個警衛班 全父母將何槍實彈到處保護 福,出聲,你那邊怎麼樣? 我和法仔這邊亦打探清楚 羅家已經湊齊了二十條金條 但是… 但是什麼? 羅天丁湊了二十條金條給樓女長 不是為了開記仔 而是為了救他的兒子 救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 羅家他的兒子是什麼情況 我們還不清楚 但是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 羅家為了湊齊這二十條金條 已經在賣自己的房子 而且羅天丁連她過了新的夫人的首飾 都拿出來了 不是嘛,他畢竟是個富人 連二十條金條他也沒有? 慢著… 怎麼?我聽得不明白嗎? 一會兒又救人,一會兒又忌諾 他究竟什麼事? 我也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對了,佛仔 稍後我們再去羅府一堂 把這件事查清楚 慢著…你們要搞到什麼時候? 人家明天就要…要交錢了 富哥,守安無措 等我們查清楚這件事了 再商量怎麼做 好,來吧 廣長 辛苦了,刑長,先喝水 沒心情,放在這裡 看來刑長也挺緊張 女長和羅天丁交結那件事 有整個護衛 看來這件事很棘手 不如這樣吧,刑長 我們不可以硬負硬的 不如我們半路打開個埋伏 現在不是打埋伏的問題 現在是情況有變 我老友說要等他的確切消息 才好動手 等消息?什麼意思? 我老友,七阿二家大院的雞公福 他看見了 那個羅天丁的二十條金條 是為了救他的兒子 還說要等他的確切消息才動手 不會吧? 我…我跟你說 雞公福這個人一向謹慎 怎麼會不會呢? 他探定了羅天丁是為了救他的兒子 羅天丁的兒子犯了什麼事? 你別問了 是,還要等消息嗎? 等 那那個雞公福有沒有說到 羅天丁籌錢的事? 他打探討了 羅天丁籌了二十條金條 現在放在我家裡說明天交易 這是我們下手的好時機 我們沒聽過那個雞公福說的事 我們今晚八成土匪 十拿九銀拿到二十條金條 這下用來教我,不過我說等就等 那…那雞公福何時再給消息? 你都說不知道 熬什麼都熬,還嫌我這麼麻煩? 刑長,我知道你煩 但是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我也摸了幾次去見我的老鄉 現在那七十二家大院 你那個不知什麼人說一句 你聽了別人說,沒了主見 那你叫我們怎麼做事? 好 師母長,我們這次不是去打劫土匪 是做一些違法軍紀的事 那個羅天丁到底是好人 還是壞人,我們要打探清楚才行 我們以後心裡才安樂 安樂 我想刑長在你心裡 根本沒有我們這群出生入死的兄弟 讓我打你這個狗狗狗狗狗 來…陳管家 我們一邊喝茶,一邊等酒 真不好意思,要你這麼破廢 你這麼說就見愛了,陳管家 我不怕跟你說,我們請你喝是為了甘候 你知道羅家是大戶人家來的嘛 我們這種打散工的 將來還要陳管家多點關照嘛 我的天愛 為甚麼喝酒?是不是有甚麼不好 你叫福哥 叫福德林 駱家, 駱家, 你有所不知 我有所不知? 走來, 來… 一邊喝一邊聊 好…來… 先倒水, 來… 來… 陳管家, 我們姓的 來… 謝謝… 對了, 陳管家 你剛才說我有所不知 言下之意是否羅家出了甚麼事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膽積我福 羅家現在又爛了 此話朕說 羅老爺有個大公子, 你也知道了 聽說 就是打日本仔的時候 他頭不從軍報效祖國 但是八年來, 一些消息都沒有 就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他突然收到部隊一封禮信 就說他兒子犯了軍法 現在正押回來省城, 準備審訊 真是赤天霹靂 大老爺, 他茶飯不思 每晚都睡不著 一個大男人一夜不斷以淚洗臉 是, 來, 乾杯, 來, 來, 來 好, 上菜了, 來, 來 來, 來 那後來呢? 後來, 老爺找到 他大公子原來在那個部隊的幹部 就是現在暫十七師, 第二女的劉女長 那就可以了 劉女長這麼大的官 一定可以幫大公子逢空化吉 那就是了 說是這麼說而已 老爺說人可以放溫出來 但是就要這麼多金條 兩條金條而已, 對吧 那對於老爺來說是濕濕碎 甚麼兩條, 是二十條 不…二十條也不算多 我呀, 我聽人說 說羅老爺收回電籠的地 就準備興建祭宅 那就不爭罪那二十條金條了 胡說, 我們老爺是書香門底 證人君子 怎麼會去開祭院來侮辱祖宗呢 是那些深懷叵測的人在你造謠污蔑 你的意思是說他賣地為了救大公子 是呀, 就是這個意思 有甚麼可能 你們羅家一直都是家大業大 他要賣地籌錢? 賺鬼信嗎? 哥哥哥, 你有所不知 我們羅家雖然是家大業大 但是歷年來的戰亂 加上我老爺為人又慷慨 到現在, 實際只剩下一個殼 我只是拿著 陳君子, 來, 坐下… 坐下…來…我們喝一杯 好…來… 官家, 羅府搬家賣祖屋 難道就是為了籌過二十條金條 二十條金條?賣地了 好…加上現在剩下的金銀世縣 加起來還可以應付 但是我們老爺, 他心底好善 他說要賣了一間祖屋 來補償那些被收了地的電籠 來, 收藏… 陳管家, 有一件事我就不太明白了 既然說羅老爺他是大善人 那他為甚麼要霸佔陳沉間屋 還要打傷人家一家呢? 那倒是, 如果真是大善人 怎會這樣做呢? 我家老爺, 他人善心慈 我家老爺, 怎麼會打人家呢? 更加不會搶人家的東西 打人家, 辦屋 那些全部都是樓女掌的人的所謂 是 我家老爺, 看來我們是不是怪錯了好人 把好人當成賊呢? 福哥, 他畢竟是羅老爺的人 他又怎會說羅老爺不好才行呢? 再說了, 我們有沒有做過甚麼? 甚麼?怎麼會是錯怪好人呢? 你說得對吧? 我們也沒做甚麼不算是怪錯好人 是呀 那麼, 輝仔 你馬上送陸陳沉間回家 然後去找陳沉問清楚 如果羅老爺真的像陳公家所說的 一直都與人為善的話 他一定會遲到他 我現在去軍營, 丘父等著我回覆 我怕那些兵貓眼紅這麼巧 還沒等到我回去就動手打劫了 那你小心點 行了, 你快去…快點回來 大院見面 好… 師母長, 弄兩枝真棒的東西 還不生氣? 好了…我丘父特意跟你認錯了 行嗎? 營長, 你…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聽完你了, 今晚就動手 搶向女長之前搶了那二十條金條回來 這樣才是我們的好營長好大哥 來…喝酒 不是現在喝, 事成之後才不醉無歸 報告營長 甚麼事? 是嗎?外面有個叫雞功福的人問你 行了 是 雞功福?難道他探討到甚麼新消息? 營長, 我們今晚行動 你不方便見他 不如我出去打發他, 走吧 福哥, 是… 不好意思 丘父營長現在在屯埔開會 不方便出來見你 他交下落說有甚麼事就跟我說了 你叫他一回到七十二家大院 馬上找我 你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好的, 我會特地給你優附形象聽 謝謝 福記, 對不起 我不管你打探到甚麼消息 羅天丁, 我們今晚搶爛了 對了, 陳嬸他們怎麼說 陳嬸跟我說 說羅天丁在未發生這件事之前 一直都對他們很好 只要有邊護人有病 或者是紅白喜事的話 他都會出戰出力 這麼說, 陳管家說的沒錯 好, 丘父為何還不來呢 你去軍營沒見到他嗎? 沒有 不是的, 我剛才回來的時候 看到那些手下 你見到丘父的兵嗎? 是呀, 不過我就覺得奇怪了 他們沒穿軍裝 穿便衣嗎? 看來丘父根本就沒有去開甚麼會 他在軍營裡, 他是故意避開我的 他的兵雀… 糟了 他一定是決定今晚去搶我二十條金田 福哥… 你真是真壞神禮的 福哥… 福哥, 等了我 你們知不知道還有天理嗎? 若果你再不收拾呢 我便要… 福哥… 阿波… 福哥… 別這樣看我 我昨天迫於無奈地打暈他 你打暈我算了什麼? 你現在害死了羅家一家人 你不用這樣來嚇我吧? 二十條金條,羅天丁是狗牛一毛 不妨吧,況且這件事是你先撩起的 那種打暈羅天丁 又霸人權地打傷別人的老公 打傷別人的兒子 我這樣做是想教訓他而已 之前是搞錯了 其實那個羅天丁不是壞人 他收回電龍的地是為了救了兒子 他還賣了自己的房子做補償 說起打人罷屋的事 全部都是你那個劉女長派人去做的 為什麼你們事先沒有跟我說? 我全都不知道 你無賴? 我又怎麼無賴? 今天我跟你說 讓我出去打探情況 打探清楚我們再行動 但是你呢? 你就避開我了 還使人出來說你不在那裡 其實呢,你一早就立定心想 不管羅天丁是不是壞人 你都要搶那二十條金條是不是? 丘虎,知我看錯了 為了二十條金條 你不單是出賣朋友 還喪盡天良 丘虎,你…你這樣搞?雷公砍你的 我…我…我有沒有這麼刻心? 你怎麼像刻心? 你簡直狼心狗肺,滾吧 認了,你在這裡就好了 什麼事? 羅府的事情搞大了 狗狗,到底什麼狠事?快點說 自己人,我收到封了 說女長根本上就不相信 羅府被人搶 她還說是羅天丁 用的虎玉計想門天過海而已 真的? 我老鄉告訴我,還有假的? 現在女長大發雷霆 帶了一個牌子去羅天丁家 她說要血洗她 真是我的,是我錯,是我錯 福哥… 你要去哪裡? 還能去哪裡?我要去找個姓劉 你…你不能去? 女長殺人不眨眼 你這樣去,即是送死而已 死就死,但因為我連累羅家 福哥… 勉強,那麼現在我們怎麼辦? 你問我,我問誰? 羅天丁,立刻給我攔出來 你有此理,居肉虎玉計來耍我 你不出來吧?我掃三嬤再不出來 我們就插在你家的海 有此理,大人,等我打出什麼? 是 一、二 你們幹什麼?馬上投下殺吧 幹什麼?想造反嗎? 我們不是想造反,是想請旅長放羅家一條生路 幸好,死窮鬼,到這個時候還這麼牙齒? 雷人,準備射擊 女生 怕什麼?我殺了這群通貢刁民 你問吧,上頭只會打掌我,不用怕嗎? 聽我命令,準備射擊 一 二 兩個… 女長… 女長,等等… 丘芳,你不在軍營,你跑來這裡幹什麼? 報告女長,司長叫我全命 叫你馬上回去會室開會 有緊急軍情 緊急軍情? 十萬火急 有此理 算你們幸好,回頭再生殺你們 切胎 是 老爺,陳冠家 來,福哥,各位街坊,多謝 多謝你們拼命地保護我們羅家 真是多謝 不要客氣 別客氣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其實我們也很慚愧 對了, 這是你們羅家的二十條金條 是在丘府拖人還回來的 收回它 老爺, 我們羅家還有希望你節愛 節愛?你…是甚麼事? 對了, 各位有所不知 劉女長, 她說大公子犯了軍規 要拿金條去宿命, 其實都是假的 剛才接到大公子所在部隊的戰友來信 說大公子還在七年前就已經戰死殉國了 這個聖霖的就是裂造這個假消息 來敲詐羅老爺 這個聖霖的, 簡直就是打靶 這個新聞, 新聞… 甚麼? 甚麼新聞? 暫十七師樓女長 訪言新極戰友信息 勒索掠財, 經查實, 剛職處分 是呀… 是呀… 對了, 那個新聞怎麼爆出來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